订阅本频道不错过任何人家轮资讯 央视网文于平流水条条 汇就了一幅浓墨重彩的东方风谷画卷 剧情曲折逻辑缜密 主配角演技颜值担当 场景浮画到精良 每一帧画面尽现东方美学 每一首插曲皆为天籁 东方风谷画卷的盛誉 流水条条明治时归 如此良心好剧 还有中途器具的 有唱衰的 这说明了一点 看流水条条是有门槛的 好剧是挑观众的 流水条条剧粉都是高品位 至少有三个铁证 疑爱情没有工业唐经 拒绝恋爱脑 一部好剧怎能少了爱情 剧中人 男帅女美 坠入爱河 缠绵翡策 罪事动人 冠剧人 抽离于现实生活的寡淡无味 陶醉于梦想爱情的绚丽多彩 难免多巴案上瘾 剧方 为让观众欲罢不能 在爱情戏中狂倒工业唐经 男女主情感发展加速度 一见钟情套路叠出 两心相许后 从手牵手 即刻跨入唇贴唇 特别是当下流行的短剧 女子逛街带户口布 随时偶遇筹假的亿万富豪 当天就盖章领证 吻戏贤熟胜过洗脸刷牙 比较而言 流水条条剧中爱情实属非主流 刚开始 男主不是在虐女主 就是在虐女主的路上 好不容易 在一系列智慧与勇气的较量中 两人相互理解 彼此倾心 这下爱情要步入正轨了吧 哪知 别说吻戏 连拥抱都是稀罕 魏昭人家伦饰演 第一次扑倒江慈的时候 不是爱如潮水的情不自禁 而是把他当成私闯民宅的贼人 江慈李兰迪饰演抱着魏昭的时候 魏昭竟然还在犹豫 两久 才收拢食指 小心翼翼还他一个拥抱 这进展归宿 且游抱琵琶半遮面的爱情 观众要在演员的微动作 微表情中发现 揣摩 会议 恋爱脑第一波被淘汰 二全谋 制斗博弈烧脑 拒绝低智商 网上集结追剧组不稀奇 稀奇的是 流水条条追剧组 各个富有科研公关精神 为什么 流水条条全谋剧 全员制斗 极限博弈 挑战智商 观众一个人的脑细胞不够用啊 有网友原话为正 原来小时候看柯南攒下的智商 是为了看懂这部剧的 带上八百个新颜子才能看明白 流水条条追剧组 调动集体智慧 好剧共欣赏 一意相语惜 举个例子 第35集 江慈被诬陷给梁帝下毒 关入大佬 宫女给他送饭 稍来未招的话 都要吃了 才能活命 诺 就是这四道菜 一网友求助又没看懂 这啥意思 大家群策群力 终于破解谜底 猫尔菜是未招 鹅肉是家宴上现鹅的庄王 螃蟹是培眼 点心是家宴上现点心的太子 流言区大拇指林立超绝 没有一个废画面 没有一句废台词 看流水条条是考验智商的 无脑看剧 纯粹消遣的 就免了吧 三节奏 逻辑严谨渐进 拒绝爽剧粉 现在 我们刷短视频 看短剧 习惯了这样的节奏打脸快 够爽 哪怕剧情狗血 比如 爽剧中常见的复仇场景 上一秒 前夫哥还左拥右抱 嘲笑糟糠之妻黄脸婆 下一秒 黄脸婆变身女神 又美又萨 还有亿万富豪安前马后 立马 前夫哥跪求复合 痛哭流涕 爽 然而 流水条条挑了一条窄路 严谨逻辑 徐续讲述 魏昭和梁国大将作战 守护月落成 长老和族人把他当成奸细 骂他见死不救 冷血 月落成保住了 不敢恩戴德 还乌他害死亲人 朝他扔石头 视他为敌人 甚至阻挠将词对他的爱其他剧中 男主守卫诚实 都是显英雄形象 受百姓膜拜 迎美人芳心 流水条条不拘泥于传统的英雄叙事和儿女情长 剧情反转不是刻意为之 而是严密逻辑下的循序渐进 自然少了那一份爽感 任嘉伦演技精湛 早已将观众带入 我们痛苦着魏昭的痛苦 委屈着魏昭的委屈 有耐性的观众 才能感受到柳暗花明的欣慰 观众在挑选好剧 殊不知 好剧也在挑选观众 流水条条剧粉的三个门槛 你跨过了吗 在这个处处求快 急功近利的时代 静下心来 观看流水条条 欣赏这幅东方风谷画卷 喜着内心的浮躁 是修炼 亦是治愈 流水条条值得更多关注